大家 Rafi 又回來了 第二節 又回來了 第二節 OK 長一點 好了 第二節 課金 你也可以課金給櫻姑 櫻姑生日 非常正常 蛋糕多好 那講什麼好呢 其實我本身是講一下美曼的今節遊 但我想想想有些事情是怎樣講呢 昨天老闆講了曼寧那件事 當然他現在在日本 他不在地他不知道 跟進其實都幾大件事 其實在我來說是幾大件事 而且我不是只是揪掉曼寧 我是整個服務行業 我會開你的 我先講明 發生什麼事 如果大家沒有看大香港的話 或者沒有看網民 先戴一張照片 發生什麼事 前天很多人高度關注 有一天有一個 他們說這個是梁小姐 他就在尖沙咀金馬倫道 那裏購買了兩盒皮白膏 那裏購買了兩盒皮白膏 是有單有卻 還要用到YOU 是 即是用一個儲分系統 那裏購買了五十米 如果他們看到 突然被人哭回 即是被人哭回到店裡 說 你搞事 你跟我回去見經理 那些 那些 那樣的情況 那那個女人仔 那個女人仔 她戴著口罩 她人家已經戴著口罩 你認錯人 那些 那些 這裏補充一點 那是阿沙咀金馬倫道 其實有些事情 是我一次過封的 那是 還要怎樣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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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經理 亡言尊丹 說一年亡言 說不要 即是 這樣 行了行了行了 放回你 那些 那別人的女人仔 當然是 嚇到一頓懵 在一個 那個 社群媒體那裏 那裏 即是作出其控訴 那樣 跟著呢 其實萬寧的 她的專業 在Facebook那裏 已經被人圍繳了 即是 很多人被生氣 很多人說 現在問什麼事 那樣 那她最終才出這個聲明 那就是 剛才阿 其實昨天阿大肯已經說了 這個根本上 不是任何一個聲明 就是 想作罷這件事 即是說 哎呀不好意思啊 那 是的 弄好了 我們已經解僱了那兩個人 那些 但是整件事 後續呢 就是 先 先來女人那張照片 麻煩 是 嗯 其實這張是明報的 是 明報就是 即時訪問 這個 站在裡面 差不多一個多宗 的一個女士 真是厲害 我想說 就是 只能夠稱 那些報紙 有時候 戰鬥力 真是驚人 嗯 真是被她走到 不 因為應該是很容易看的 應該是 只不過我們平日去這些店舖 不會留意 我懷疑是極之容易看的 因為其實他們的店舖很小 是 這間店舖很小 這間店舖很小 其實每間都很小 老實說 中等規模 你去到總統戲院的話 真的可以下個圈 是啊 然後 因為這樣 有些人 在逗留 然後被人 其實是好覺的 是 好覺的 先回來 厲害 厲害 於是被她拍到 不是每間都拍到的 不是一間的 我見明報 第二間都拍到的 好笑 我先這樣說 我可以離身了 讓我喝一杯 挺貴的 我絕對是一個萬鈴的傭家 哦 是啊 所以我是很… 其實我是很猜疑 整件事情 我惡了言 因為我是小弟 你們大家知道 我基本上 你說到她 但是那個位置 會見到我 經常撞到人 是 那裡有 起碼是三間的萬鈴 那我進去 其實服務 不頑皮 不頑皮 尤其是說 我也要幫我 母校大人 去儲婚 都可以的 沒問題 這件事 或者有些公司 你如果在這裏 我可能我做了 可能那間商店 即那個位置 就是當白沙道 我做了 我做了這裏 可能 做了這兩人 可能你要轉一轉 去別的位置買 很好服務 很好服務 甚至說 他其實不止三間 我想起第四間 又在黃七堡 好招呼 所以我冷靜一點 跟大家說 即我會跟他說 其實 大家在說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都出來 什麼什麼 不划算 冷靜一點 我不是幫他說好說話 但其實他有他的優惠 因為你始終跟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儲婚計劃 掛勾 你不會 即他怎樣都會 給你一點點數 那 一點點 不多 但是 我現在看到這件事 我又問 什麼事 而是 我昨天又要 剛好得到 因為想說一下地理環境 先說一下 即是那間出事的萬寧 他是位於這個七咸道 和這個 加拿芬道 加拿芬道交界的位置 即他是 你說的 那個是金馬倫道 他剛好就是 恆生 那個暴灘位 走下去 還未去到這個 差不多的位置 很老實講 這個地型位置 本身是虧待的 本身是虧待的 即是你只可以說 靠外來的遊客 或者真的在那裡 附近工作的人 去付錢 即是去光顧 甚至如果有人偷東西 他走到50米 走到50米 你都可以捉到他 你都會有點誇張 因為那個位置 如果要跑起來 是不難跑的 你單去七行不到方向 你一個轉彎 一個位置就要轉彎 你就會站在那裡 你那班全都是阿嬸、阿婆 我會問這個位置 我為什麼會去到那個位置 因為我接下來會有一個家庭宴會 我要考慮去哪裏擺 我開始想 我昨天過去的時候 我在想 可不可以去黃牛會 可不可以去黃牛會 我們還有合作 我們有合作 我會 不如我先看一看 其實我也有其他的想法 我都看一看 可以不可以 因為其實很多都是搭長途機回來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很厲害 吃不到那麼多東西 你要想 整件事 我過去去看一看 那個位置其實不頑 那個位置真的不頑 大家都光顧一下 甚至乎 甚至乎 可能有些表弟便會 然後又說 喂 吃完飯了 我們去一會兒 尖沙咀是一個挺可觀的地方 我才過去 我經過那個時候 我已經看著 我已經覺得那些氣氛很奇怪 來下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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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網圖 是很明顯的 其實這張照片 是很明顯的 這張照片 是很明顯的 這張照片 其實這張照片 是自己造成的 我經過那個時候 其實他差不多 每一格的櫃 每一格的櫃 由他最 現在他看不到 他是一堆 阿姐 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 戴口罩 是兩隻手 即是很懶惰 那些人看著人 我有心想 即是趕一下 即是趕一下 你真是不想我進來 即是趕一下 即是趕一下 其實很奇怪 回一回來 很奇怪 我想說 我看著 你現在做甚麼 你明知自己搞了大頭髮出來 你還在擺款 其實很簡單 其實這次的重點 我想說口罩 這件事 我忍了幾年 我忍了幾年 我看著你們 為甚麼 很明顯 現在你的身體原諒 你不想被人認到 是的 是的 他們是的 事實 那怎麼辦 甚至乎 我有一段影片 可以拿回來 可以播放 是否有很多 我相信他這幾天 因為他知道會有很多人來拍 其實這些人不會進去拍的 不會進去拍的 我見到幾個背囊人 不斷走過 就這樣打動 去影響你 一件事 基本上大家對這件事很關心 為何無緣無故冤枉好人 這件事 這次我跟大生說我轉話題 我不是只說他們後續的一些手段 而是整體來說 香港為何現在這麼多 你認識最基本的顧客服務和市場是零 是零 老實說一句 你如果把大頭髮拿出來 你還戴著口罩嗎 整群人都扮西裝傢伙 扮保鏢 什麼時候來的 你說是呀 我現在沒有便衣 我現在沒有便衣 我們都坐在這裡 我們都站在這裡 有什麼幫助你 先脫下口罩吧 你老母 你只是簡單一件事 你要讓人感覺你是真實人 你說不好意思 我們其實服務很好的 最基本的是什麼 起碼要先看到你的嘴巴 賤人 真的很奇怪 服務業 其實你問我 如果不是有什麼很特殊的理由 例如你是做成物加工的 譬如你煮東西 你被人看到的 那些位置 我還很理解 能夠理解 為什麼 譬如你戴口罩 或者戴法套 那些 我理解 我理解 其實 到了這裡 大家應該是能夠理解 香港真的很熱 這幾天才涼快 香港基本上 戴口罩是很 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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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現在 變得不到的 就是有一批人 特別是年輕 我想說年輕 很嚴重的情況 就是 他真的在戴口罩 哦 是的 三歲開始已經是 而事實上 他們根本就是喜愛 戴口罩 事實上 你說過是對的 他就是不想讓你認到 他就是覺得方便 他就是覺得很方便 因為 是的 那你事實上 他大部分情況之下 他覺得 我喜歡戴口罩 對不對 我喜歡戴 譬如 我不是說你沒有任何自由 因為我的意思是 因為我的意思很簡單 就是 我再講一句 我認為如果你有病 你戴口罩 我理解的 我不相信你每人都有病 第二 就是 其實 我不明白為什麼香港會這樣 譬如在日本是不會 那麼多人戴口罩 那意思是什麼 就是 沒有了 我在奧沙卡的時候 那意思是什麼 是 你經常戴口罩對著客人 你做服務業 你其實是意味著 你的客人很骯髒 是啊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是不是很普通 我這麼想 是啊 你現在經常戴口罩 我告訴你 你不舒服 沒有啊 不是 我先提前討論他 任何情況都行 是不是 譬如我們有個聚會 然後有一個人戴口罩 對著我開會 那你沒有病 那就是我有啊 是啊 是的 你自己 製造一個誠信危機 奇怪的 很奇怪的 而香港的人是不理解的 譬如你在日本也不會 又反過來這麼說 是 然後就是 剛才說的那個什麼 那個保安 其實究竟他現在 究竟他是 查到沒有 他說是 他說是 外判 他說是外判 但是有很多人說 你終止了別人 然後仍然有人 跟著明報那裏 又說 喂 還有人在 啊 那你 你是請 你請了很多間 你請了多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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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人家就馬上放 拍一下就知道不是 還有 還有回應台長 一件事就說 其實好像他所說的 一描 我慢慢再說出來 我一進去 我 說真的一句 你這件事搞個大頭髮出來 我不知道 是哪一套周星馳的戲 我記得是吳萬大 是怎樣的 他是做過這個動作的 他知道他要哄周星馳 我記得 他會怎樣的 這裡 什麼 是 是 有什麼幫到你啊 是 你最近好嘛 那些這樣 你笑著 你可以笑著 吵人老 我都沒問題 是 你不要給我感覺 就是 哎 怎樣的 他們那種動作 你給我感覺就是 嗯 怎樣的 有什麼買 是不是買的 你不買就走吧 尷尬你 而已 喂 我覺得這間金馬輪道 的萬寧呢 我想你應該要暫停營業一次 為什麼這麼說呢 2018年 在北美發生一件很嚴重的事 就是 SARBUCKS 我知道 在香港未深 但是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先 那時候 是有兩個黑人 坐在其中 美國一間的分店那裡 他說 我想等我的朋友 他說 其實他們要一行三民 他的朋友可能辭少了 坐在椅子那裡 可能一些 那裡的店員就說 喂 你買東西吧 我們這裡 就是 你想坐椅子的話 你要點東西 我說我等朋友 那件事就上了網 那件事是搞到 大惡到 連加拿大 整個北美 在2018年 不知六月還是七 應該是六月 那時候 我有拍片給國立 那時候 有一天 他說 我們會早修半天 就會做一個 現在聽說 很難左膠 就是說 會做一個 是這個 種族 敏感度 的一個 session 大家坐在那裡聊天 那些 那些 damage control 你這樣做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沒有這樣的事 雖然 其實在香港在1919年 都得罪我 喝一口 越教越期 我剛才說 Sensitivity Training 好了 那你現在來到這裡 那一刻 我看過 我呆了 你們這些人 其實知道他們做錯事嗎 你知不知道 你現在正在捏鑊嗎 大亨說 這間店 為何要這麼看得 那些 課金這麼緊 其實 老實說 他不是第一間 他也不是最後一間 不要 我不鼓勵 有些小店 你說附近 陶大也好 他們都會 將一些 透過他們的課金 拆人的照片 會貼出來的 就說 小心拆人 下次報警 其實我不鼓勵 我不鼓勵 即是你直接交給警察 我覺得 而且他應該是個慣犯 他隨時會回來 那就捉住他 即是這些事情 自己做 沒有所謂 好了 今次人家真的是無辜的 你們還要這樣 這樣強硬 你會令人反感 他 其實真正的問題 就是 很明顯 他不理解 事件的 嚴重 他不知道 嚴重性 因為 你看到 他 他覺得這樣 是能夠調整的 即是他出了聲明 他出了聲明 他出了聲明 那他的聲明 那個聲明基本上是夠說的 他出了聲明 就是說 我們管理層已經 親身向梁小姐 即是被人枯頸的人 就致以慰問道歉 承諾跟進事件 那 這些廢話 接著 涉事兩名便衣保安員 經第三方保安公司聘用 根據調查 兩人 兩個人員 違反保安公司 所制定的員工守則 已被即日解僱 萬寧也都決定 終止 與該保安公司的合約 也都成立 川岸小組 就跟進 川岸小組 很難聽的 保安和相關樓請 以防止類似事件發生 是 其實 如果現在猜 即是現在 我很粗淺的理解 現在猜 那確實 應該是個別事件來的 因為 如果不是個別事件 我應該就 這個時候 你應該在網上看到 很多說有類似 那些人衝上去那個舖 是吧 是吧 雙邊Z 但是問題就是 他們不理解就是 他們不理解 就是 人頭落地的意思 他們不理解 有些人說 香港人很討厭 香港人一有這些事 經常都想人家人頭落地 那 你可以說 他們這麼狠狠 道德高地 但問題是 其實不是想不想要人頭落地 他們想要一個能夠下倒一口氣的交換 是啊 正如當年 或者現在想起已經十年前 原來很久了 D&G D&G事件一九樣而已 但是你吹他不像 他兩條人根本上是racist 他根本上當其他人臭死 最重要是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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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是Bicca 是同一種東西 但是問題是 你現在在零售服務裏面 沒得你這麼有型的 我其實也會把這件事 我特地說整件事 我會說 你基本上 你的客人服務 或者是市場 市場 市場 一個一個你沒有懂得做過 你沒有讀過書的 有很簡單的一件事 我忍到2024年 現在十月了 十月了 2023年 三月我們已經說 不用戴口罩了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小弟經常會去銅鑼灣的 那間 即是 地鐵常蓋那間 百貨公司 很多 很多化妝 懂得做那些 或者比較 上價一點點 你當 現在 Johnny Depp 代言那間 多謝他 他仍然是留在Johnny Depp 另外就是 Tom Ford 那些 我都不是太看見口罩 神經病的 迪麗爾巴 做代言那個 我都久不久看到 我基本上 對眼花得很漂亮 口罩 然後就戴著口罩 然後他走過來 You should make money 我真的說 你當我只會 我只會說廣東話 你現在沒有什麼 Either that is or English 我是去到這麼生氣 他是怎樣 很簡單 一件事 消費是消費 老實有一句 不只是 你要人下來 你才會付錢 人家會下來付錢 你才會服侍人 我都要陪我未婚妻賣物 去購物 你還要找滴麗爾巴 我們兩個都喜歡滴麗爾巴 我們兩個都喜歡滴麗爾巴 我們兩個有一個共識 有人跟我們說普通話 我們馬上離開 你還要戴著口罩 老實說 為什麼化妝檢測 2024年十月了 十月了 你還戴著口罩 托騎 喂 如果你有病的話 射波 拿醫生子 如果我是做廣東話 麻煩你 病 我知道你辛苦 你想拿這間錢 不行 因為我未婚妻 本身的公司 他有病的話 他也叫他不要上班 是否是服務業 是啊 他就更嚴肅 他就是醫務那些 人家說你病的話不要上班 說了 不是無薪假期 是有薪假期 糟糕 我要看著這班人 我要去消費的話 我很難辛苦 我很難辛苦 所以你不要跟我說 為什麼那些人不想消費 不想消費 不想消費的話 CBD有得你吃吧 齊頭 我去另一個埠的話 我不是更開心嗎 泰國也可以 日本也可以 我對著你的死人口罩 你老母 我要聽人家國語的話 大阪也有 多好笑容 現在有一個事情 我為什麼說 你做美容的話 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是在賣漂亮的 是呀 你的眼花也很漂亮 我看到你的嘴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笑著 我老母 我會生氣的 告訴你 我會生氣的 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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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這麼怕死的話 你真的考慮一下 不要做零售業 疏糕理念 你做服務就可以 就是 你做辦公室 你做辦公室 吹冷氣 吹到頭痛 李老兵 我要受理起 你是不夠的 現在先看一些 check room的事情 OK JK說 最多是食肆 可以繼續戴口罩 是合理 其他無理由 M 那你以無都可以 所以說 就是錯判 有些聽眾說 他們覺得 那時候沒有人記得 他們不明白 就是 因為現在沒有事情 要罵 如果你們不理解 或者不敢罵 對 因為沒有事情可以罵 其實 這些事情 可能會被罵 因為 因為 其實你第一個反應 什麼都不對 老實說 除非你說拘捕了他們 我想拘捕了他們 兩個人 其實 你第一個說拘捕了 你不拘捕 只不過是那個女事主 嚇不到一口氣 然後現在去到報警 結果也是一樣的 你以為會不會嗎 你以為 那個人寫了那篇文章出來 他就是預讀了 跟你開球 是 是 是不是 我們香港人 香港人的客人 就是最厲害的 是不是 就是 我們又難貴了一些 是的 不血流成河 不血流成河 而事實上 為什麼那些人會站在他那邊 就是因為 大家都很少遇到 那麼離譜 是 沒錯 大家都很少遇到 那麼離譜 現在既然你出來 你出來講了 是不是 應該就是說 他說的描述是真的 是不是 你做這樣的事情 你不可以拉錯 這麼厲害的 嘛 嗯 首先這件事才是要教的 嗯 有什麼可能呢 買了東西給了錢 你會看不到 嗯 然後你衝出去拉他 以為自己適合 對不對 他也是這樣 那個人也是以為 就是 你現在偷東西 是 如果你偷東西 那就是我適合 我適合 就是我做什麼都可以 我做什麼都可以 那我就扯著你 一來就怕你走 是不是 一來就怕你走 是 事實上 對 50 然後就扯人回來 是不是 好了 別人跟你說 我有付錢的 那你只有去確認他有沒有付錢 是 因為你只要一回到那個櫃檔那裡 既然你有兩個人 你剛才說 是不是 你馬上就知道他有沒有付錢 是 對不對 然後 出現這樣的事情 就是因為 那個事情 是遠超大家認為的離譜 是 它不是普通的離譜 它是很糟糕的離譜 它是暴力地離譜的 因為它很離譜 所以 它才會有 對於現在 對於他們 對方 他們覺得難以想像 他們的PR覺得 有什麼可能呢 我們就說了 不關我的事 不關我的事 大了 不是 那個是理工事 是啊 你是小編來的 你知不知道 他的Statement 是遲得很厲害 才能出來 是 因為根本就不覺得 有大件事 你真是少年太偏真了 因為為什麼 為什麼 我是理解的 就是 其實 這些 那些 店裡的人 他確確實實是可以 他不是 知道那個人是便衣 他是很懶惰的 那個便衣 因為這些 就是等於 那些 臥底顧客 神秘顧客 神秘顧客 對不起 不是我第一次 是拘捕他們 哈哈哈 神秘顧客 不好意思 你比如說 你不用說很遠的 我們樓下那家家 就是這樣 樓下那家家 是很禮貌的 是 他對著我們 就不會了 他不是真的 很不禮貌 但他對著我們 他會放鬆一點 是 因為他認得我們 我每天都買東西 他認得我們 我們會有光有笑 是 他知道 你不是神秘顧客 他就可以放鬆 嗯 其實他任何時候 都知道他自己 被人握緊 因為他們為何會有 這麼下限的 服務態度 嗯 那些服務態度 大家說出來 都知道 那個是搞笑的 基本的東西 算數啦 是不是 例如服務態度 我認為服務態度 好 並不是你去買東西的時候 那個阿姐 用一個很機械的聲音 跟你說 算了 你考慮我九個八 你知道嗎 你經常都會 經常都會 經常會叫你買台片 那個東西 是啊 這個做人特價 五個半 那些 什麼萬樂珠八個二 那些 那些 他只不過是機械性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 懲罰得很好 他很好 他有很多神秘顧客 是不是 那你 那你 因為那個神秘顧客 那個 負責做神秘顧客 那個保安 其實他是惡害的 是 是 他惡害 你想想 這個世界有什麼功能 好做過神秘顧客 嗯 喂 你基本上 你只要一 揭露身份 水戶王門 這樣 哈哈 拿著那個 旁邊那個人就是 他就是 神秘顧客 嚇死了 嚇死了 那麼 他根本就不知道輕重 於是 是 他根本就不知道輕重 他只不過是覺得 這次就不讓我抓到你這次發 這樣 而 而現在的問題就是 萬寧他沒有辦法理解 你這個 system的漏洞 不是你可以說 是外判的 是 就能解決到 是 有些事情是過不了 整件事在你的屋子上發生的 在你的物業上發生的 你不需要什麼事? 你是笨蛋糕的 是不是? 我不是說你偷東西不應該做 你想好方法 有些人說已經是十一架秘魯 CCTV 已經圍繞了 但有閉路電視和拉得回是不同的 是 畢竟 是 但是他很明顯看少了這個事情的發酵 遠遠比他想像中危險 遠遠比他想像中誇張 就是因為你做的事情 遠遠比你想像中誇張 是 比香港人遠遠想像中誇張 他完全不明白那個嚴重性 是 對 即是你講一下 他們一個月做的時候 他沒有想過後果 我再舉一個例子 我不是隨便做的 這件事 是 在銅鑼灣開設 以前那個 H&M的位置 H&B的位置 開設了奇案超市 我試過有一個經歷 因為那個時候 19年打了拉花 那些位置 那我和未婚妻 在那裡 賣東西 其實到現在 我也是一個奇案超市的上客 我現在是 那一次 去到那時候 我們買了東西 單刀拿了 想著兩個人牽著手 我們拍拖 然後有個大姐 穿著保安的衣服 不好意思 阿先生 麻煩你上一上去 我們工作人員想見你 那一刻我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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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了什麼事 發生了什麼事 我錢都給了 我有一個單子在那裡 你總之先上去 那一刻我上去 那一刻我兇了 然後 去到一個位置 找我什麼事 我已經開始猛陣了 你阻礙我拍拖 很厲害 然後 那一刻 又好像下來了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樣 是你的同事 叫我上來 跟你有些事情 要搞清楚 什麼事情 可能他聽錯了 我不管 你馬上跟我進去 一起進去 整件事 我屁股了 整件事 我說你搞什麼事 你知道這樣的話 我是好 你在工作場合 那裡 即是說我是賊 是不是 你這樣令到我很難堪 你這樣令到我很難堪 你真的說我是賊 對 我說你這樣 我說你這樣 阿Jer當然是 日本認識的 就是 90度公公道歉 那些 我是很吵 我是很吵 你說 小弟是不是 一個 有名有姓 去到郭富城的 一個公眾人物 未到 未到 但是這樣被人 有很多人認識 對 任何人都會有 對不對 你沒有生氣 那次我屁股 然後我氣得 我整個星期沒有去 我是氣得這樣 但是人家 起碼做到一件事 他道歉 九十度 我屁股 是 我屁股 是 我屁股 是 做到 為什麼呢 意思就是 你幫我解釋 是你不對 你不對 現在不是我偷東西 現在不是我有做錯了什麼 你的骨功是有用的 我絕對是 那一刻都被拒絕了 你的骨功就是告訴別人 你是告訴附近 在看著 不是有人在看著 一定有人在看著 你是告訴隔壁的人 就是你知道 那個東西是你不對 這樣 那不是我不對 不是我不對 我就可以了 就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 其實隔壁的人 我未分析過 他已經是 二萬寧 已經開始起降 二萬寧 二萬寧 這件事 他難搞的地方就是 他那篇 聲明 他並沒有讓你感覺到 他知道自己不對 嗯 這樣就下不了火 每次都是這樣的 是的 每次都是這樣的 你以為制了兩個人就可以 你以為制了他的公司就可以 首先我根本就不知道有沒有那兩個人 嗯 首先我根本就不知道有沒有那間公司 你說制了他 所以明報就特意去拍 是不是 又拍到別人 首先我就不知道你有沒有制了 你說制了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就算制了 好了 原來你的公司平常是這麼彌補的 就是人家只是這樣估計 人家只是這樣估計 那你才令事情進入那個 就是 道歉 反而火上加油的狀態 是 是 是不是 他事實上不是沒有道歉 是不是 他只是溝度 是的 大家都知道 我今天的題目很明顯 這次的講話 也是 死不道歉 死不悔改 死不道歉 死不道歉 道歉大了嗎 你說真的那句 你有道歉過嗎 你在行動上有沒有做過 還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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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母 真是生氣 三十幾分鐘 給你時間 台長 在那個時候 當天 沒有一個人 還在那裏 還在那裏 我還在那裏 也不得了 這把